除了韩国流行音乐界的四大娱乐公司 HYP、GYP、YJ和SM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被认为 想有剩余的中型经纪公司 Cube Entertainment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作为爱德等多位知名艺人的公司 Cube却不断由艺人离队 让人感到危机 尤其是2023年10月 男子组和Pentagon的Luchang9、延安、安达佑人 江景球、郑宇硕等5名成员合约到期后离开公司 10月成员杨洪硕也离开公司 同时人气男子组和B2B有6名成员离开公司 2024年1月 结婚把我的丈夫的明星罗仁宇也结束了与Cube的合作 而同年3月 CLC的无成绩离开了该经纪公司 仅仅几个月后 2AM成员赵全也结束了与Cube的合作 最近曾参加过Produce 101 现在是演员兼歌手的刘善浩 也与该经纪公司终止了合约 这意味着短短9个月内 Cube娱乐已失去了16亿人 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 由于Cube经常因各种管理不善 和护士艺人的情况而引发争议 许多粉丝也庆幸自己喜欢的爱豆离开 甚至讨论谁将是下一个离开的人 对此 大家对于频繁失去艺人的Cube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爱豆含舍 美丽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 和定音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